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5月进入梅雨季 能否为水库进账 全台上上下下引颈期盼 因为水库干涸见底持续告急 像是1992年完工启动的鲤鱼潭水库 目前有效蓄水量只剩下4.8% 创下有史以来最低纪录 但水库见底也意外 让旧台三线遗址重见天日 过去新人走过的道路 路桥以及防射基座通通现行 过去住在积水区的村民 还为此重返水库 寻找过去的生活足迹 不只如此 台湾著名的考古学家刘一昌 在民国70年水库新建时 在积水区发现 来自旧石器时代的 网形文化遗址 今年4月坛底再次浮现 他也意外地再次寻获 先人当时生活的器具文物 记者陈运山黄军号的深入追踪 军列的大地有如荒野枯竭的水晴 让水库见底 1992年启用的鲤鱼潭水库 有效蓄水量只剩4.8% 创有史以来最低记录 但没想到却意外让潭底风光 再次浮现 在这里看下去的话 就是我们原本旧台三线的部分 现在都露出来 我们从81年运营到现在 那30年这一次 整个旧台湾线才露出来 那包含大家比较知道的行驿桥 这时候都露出来了 1985年开工的鲤鱼潭水库 当时住在积水区的居民 配合工程陆续迁移 300多户淹没区的居民 为了配合鲤鱼潭水库的新建 即将要拆除整个的村子 但这里不只有村子要拆迁 还藏了更珍贵的历史遗址 早在水户新建前 正在进行一项史前人类遗址调查 一群考古学家 小心翼翼地往土里花掘 果然找到400多件红固 最后证实积水区 就是旧石器时代 往行洪化的遗址 如今随着潭底再次浮现 今年4月成功大学考古学教授 刘毅昌再次造访 意外又找到相关古文固 确认就是人使用过的这个 打拨下来的石片 有修整人使用过的刮销器 刮动物的油脂 有时候也会有鱼 也会刮鱼鳞 这一类的工具 过去先人生活器具的文物 距今有上万年历史 目前寄放在邻近水库的 新开村村民谢优吉家中 我带他下去看 看来主持人 真好下一阵很大的鱼 那鱼打架 年十四周久回来 他就放了就放了 就忘记你带回去 然后打电话 那个不要给我丢 拿去丢掉 深埋水库潭底的珍贵古物 以及百年生活足迹 因为一场大汗 重现世人眼前 但也凸显这场汗灾 让台湾面临前所未有的难关 大量的水花从地底喷洒而出 在饱受旱灾之苦的今天 看起来格外珍贵 全台上上下下紧急着水 实施自来水 勾舞亭二的台中市 正在开凿抗旱水井 成为当前节水荒的特效调 把下面的一个土的部分来钻松 那接着因为刚好 这个部分因为刚好 现在的一个高层 刚好碰到它地下水的一个寒水层 那基本上我们在高压打进去的时候 刚好是它的一个土跟水跟石头 基本上会冲出来 所以才会造成刚刚有水 喷出来的一个现象 目前全台湾紧急在新竹 苗栗台中以及高雄 开挖抗旱水井 预计新增190口 其中台中就占了88口比例最高 预计5月底全数完成 新旧井合计有350口 每天将有60万吨的水量 导入自来水系统 选那个砖探子位置的时候的一个原则 第一个要没有私有地的问题 马上就可以执行 第二个要离自来水的钢管非常近 因为就是打出来这些水 能够做简单的处理之后 水质没问题就可以进入到 自来水的系统里面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都是 非常强效快速的 就是啊就擦很多水 井挖去马上就很多水 你在挖一排口井 跟第一口井的水量是不是一样 温泉就是这样啊 我们的温泉挖第一口井 温泉好多哦 然后大家通常挖温泉 又突然间温泉就 专家质疑紧急开挖的水井数量 救急抢快 但地下水不能无限扩大使用 甚至可能引发地层下陷的疑虑 那台中地区是属于历史层 历史层的部分呢 它本身的交绝就很好 而且那个水抽干的 抽的时候呢 它边不会有下陷的问题 我们的水应该是要分低 分季节 你很多水跟没有水的季节 是不一样的 水价应该不同 我们夏天跟冬天 现在不是电价就不同了吗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了 水价应该可以 第二种呢 是水的品质不同 也应该价格不同 抗汉水井是不得已的手段 祈求五月梅雨季 更是全民心愿 但一旦汉象解除 是否又会忘记 当前的缺水窘境 这场汉灾 能否为我们带来警讯 建立运用水资源的新思回 成为刻不容缓特题